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Win吉他志 那我們來到Fingerstyle的第二耳機 那還沒有看過上一集的朋友們可以點擊左上角的資訊卡去觀看 然後記得去追蹤我的IG叫做Win吉他01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今天要談的是說 我們在編Fingerstyle的時候到底要彈什麼調 大家一定很高興說我們要彈什麼調 例如說我們把歌抓好 那我們到底要彈什麼調 是要彈跟原本一模一樣嗎 還是說我們要換一個調換一個key這樣子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幾個你可能需要注意的東西 然後三樣東西 第一個重點是好不好彈 好不好彈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你編的是一個奇怪的key 例如說深Akey好了 那講大了他一定會有很多封閉和弦對不對 所以你在編的過程中你一定要考慮到說這個到底好不好彈 你要去評估一下你自己的實力 例如說像C調的話 C調的和弦通常封閉和弦就比較少 那會比較好彈 那有些調的封閉會覺得很多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用那些調 你可以把它轉成比較好彈的調 像是C調啊 或是G調 這幾個初學者常會用到調 覺得是比較好入手的部分 再來一個要考慮到的是音域 那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跟你唱歌一樣 你的唱歌你會有一個最高音跟一個最低嘛 就是你可以唱的音域範圍 那你可以唱的好聽的音域範圍 會比這個更窄對不對 就是大概在這個範圍 那吉他也是一樣 吉他要彈的好聽的聲音 其實是在有某一個特定的範圍內 所以你要盡量把你的歌曲 變在這個好聽的範圍內 那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我們來一個小蜜蜂 大家聽一下這個低音的小蜜蜂 這是一個低音的小蜜蜂 那我們再一個高音的小蜜蜂 大家聽一下 很明顯 就是在這個高音的小蜜蜂 你會覺得旋律好像比較清楚 比較突出的感覺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你同樣一段樂句啊 你可以把它編在低音 你可以把它編在高音 那你要把它 其實重點是 你要把它編在一個 比較好聽的位置 可以齁 那我覺得吉他 比較好聽大概是從 大概就是一二弦這個範圍 一二弦上的每個音 我覺得都算是 比較OK的部分 除非說你要特別強調一些低音 那你可以再把它 往就是比較低音的部分去編 可以齁 所以什麼Key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你要把你的音域調在哪邊 例如說你本來是C調 把它變成C調 可是音太低了 那你就要把它 就是轉成另外的調 讓它的音可以變高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空弦音的應用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編在什麼調 每個調 有它自己慣用的招式 可以齁 例如說像C調 C調的特色是什麼 C調特色其實是這個 就是它的更衣可以做一個順降的去運用 例如說大家應該都聽過這首歌 就有一個順降的感覺 就是C調會常用的招式 那如果說D調 D調的話 D調常用的招式就是說 它會有這個D Ds2 Ds4 這樣的變化 Ds4 你看齁 這是D調的部分 E調其實很好 因為它有E跟A 這兩個空弦音都是在它的調性之內 所以我們用這兩個空弦音去做很多變化 那是E調 C D E F 但是G調 G調的部分就是 就是G調歌就是有很多這個感覺 A的酒感覺 最後這兩個音 這就是G調會常用的招式 還有這個 這就是G調會常用的招式 再來是A調 A調的話也是這樣你可以用A跟E 這兩個弓弦音 就是A調的招式 所以說你要編在什麼調 其實就是看你對哪個調比較熟悉 你可以看說 例如說我練個歌曲到C調 我C調的招式比較熟悉 那就可以把它編在C調上 這是幾個給大家的 你說到要編在什麼調的方向 好 那如果你真的是新手的話 我建議還是從C大調開始 因為C大調你的和弦應該都學過 再來是你C大調應該也爬過 就是前三格這個 你應該爬過 你會這個以後你可以利用這個去編你的演奏曲 所以建議大家你是新手的話 你就從C大調開始編曲 可以齁 好那今天給大家的作業就是說 我們上上禮拜不是跟大家講那個Gingle Bell 大家應該已經抓完了嘛 對不對 所以給大家的作業就是說 請你用C調把Gingle Bell彈出來 可以齁 因為我們上次彈的不是在C調上 那我現在要大家在C調上面把它彈出來 也是彈在前三格這邊 可以齁 彈在前三格這邊 好就稍微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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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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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